不动产交易安全小学堂开课咯 老公你看这个广告单 哦是高铁站旁边的健康呢 距离桃园高铁站只要500公尺 当站就到家咯 50平总价不到1000万 还有装潢好划算啊 公司也很多下班不怕没时间上健身房咯 高铁站附近生活技能也越来越齐全咯 哦这个健康条件真的很吸引人 买了稳赚不赔啊 快找一天来去看看啊 Let's go 哈喽我是销售人员小麦 欢迎入内参观 哎呦好偏僻啊怎么盖在田中央 诶广告不是写距离高铁站500公尺吗 哦那个啊500公尺指的是直线距离啦 我们这个样品屋是找知名设计师设计的 是不是美的不要不要的 这一户加车位和装潢只要1200万哦 蛤还要加钱哦 广告怎么没写清楚 而且这么小 真的有50平吗 扣掉公社和车位面积 室内大约有30平啦 这边参观我们饭店级的公社吧 连来跑步机都没有 也算是健身房吗 这间是游泳池 哎呦这游泳池也太小了吧 这是浴缸啊 小孩子游得绰绰有余了啦 怎么跟广告上写的差很大 不动产广告注意事项 距离之标示应符合一般道路使用状况 面积楼层乌龄及法定用途 需于登记或使用执照一致 著名不动产经济业名称 若广告不实误导消费者 最高可财发2500万元 消费者购物小撇步 误冲动下定 仔细审阅契约再签名 广告视为契约一部分要留存 口头约定要写进契约才有保障 评估自身财务状况及贷款条件 买出买出买出 不要冲动 你也算要挂母亲哦